《飞长天制是人类的梦想》 还记得小学时看《为人转》的内容 美国来达兄弟在百多年前的1903年 抱着热城为人类达成创举 首次成功驻人持续飞行 继大航海时代后 人类科技和生活进入另一个时代 战后日本一直完全被禁制商业航空事业 日本航空JAL的红学院 跟随美国制造的飞机 为日本航空市写上新一页 最深日本今集是带和职人企业系列 日本战后长时间唯一的国际线航空公司 亦在2010年破产后重生的日本航空JAL 是今次的主角 公司名称简直就是完全代表了日本这个国家 公司破产当然有其原因 小说名作《山奇风子的不尋下的太阳》 描述了世界航空史最大的惨剧 1985年发生的日本航空123班次墜落事件 520条宝贵的性命消失在群马远的山上 不单只是这个事故 大大小小的数字不尽 JAL 1951年成立 到过了70年的光阴 最深日本会分两集 看看澳场天制飞机背后 日本航空的光与暗 1985年8月12日 JAL123航班在下午6点 由于日本首都东京最繁忙的机场 羽田机场出发 前往大阪国际机场 謝伊丹机场 这可以算是国内线里最多班次的路线 没有人会想到已经融入了生活一部分 短短的飞机旅程 会在世界民航机史上 留下最惨痛的一页 成为二十世纪中单一飞机 最多人理难的空难 这件事故 日本人想称为 日本航空珍宝客机最落意外 而业界人士称为 遇潮应山意外 意外发生后 拯救队趕到现场 令人最感叹的是 拯救队最大的职责 竟然变成了将围体整理 协助送到附近的 腾江市民体育馆安放 生患者只有四名 在1%以下 发生在下日的事故 而且收容超过500具围体 以及不能辨认的残驱 气味难以处理 腾江市民体育馆之后遭清拆 达过三年之后的1988年 重新建设了腾江公民馆 到现在附近还流传了 见证昔日安置围体的纪念碑 给离难者的亲友一个微微的安慰 1985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空难 不过在25年之后 日本航空竟然宣布破产 安全上改善有限 而且经营上哲念失策 可以捱到2010年 反而有点不尋常 最费解的就是 要动用公帑 协助这间迷你的公司重生 现在抵受疫情 到了2022年 还努力经营下去 每年8月12日事故当日 日本航空社长或高层 都会登上群马园的 玉巢英山作惠宁 事故发生地点的美根 在事故后不足一年的1986年8月1日 惠宁石碑 圣云置碑 完成和公开 地点极为偏僻 最近的火车站 夏仁田站和小海站 直线距离都相差20多公里 只有开车才可以方便到达 事件本身具价值作详细讲解 不过这一集主角是日本航空 以三个关键字去介绍的话 一就是玉巢英山事故 二就是破产 三就是日本首间 一间战后半官半民营的航空公司 为了取得平衡再加多一点 可算是拥有大量先进民航客机 这一点对飞机迷和乘客是美好的 留意一点 最深日本不会只讲黑暗的一面 影片里面会有出色和为改善作出努力的部分 不过好的一面 但原来也有导致日航破产的一面 错终复杂 在这一章里面再看看少少日航的安全问题 玉巢英山事故发生在1985年 其实在60年代 日航获世界称赞为最安全的航空公司 母乘客死亡记录维持了170万航空小时 踏入了第三代社长赵田政府的时代之后 包括客机聚落的事故接连发生 令人无骨悚然 聚落事故有1972年6月14日客机DC8471航班 新德里聚落事故 同年11月29日客机DC8446航班 莫斯科借列梅哲育聚落事故 1977年1月13日货机DC88054航班 美国泰德·史蒂文斯安克雷奇机场聚落事故 同年9月27日客机DC8715航班 吉隆坡聚落事故 亦很明显可以看得出当时是DC8的时代 遇潮英山事故的客机注册片号是JA819 在1978年6月2日曾经发生事故 同样是由羽田到伊丹的路线 日日五航班在大达机场准备着陆时 因为机师过失而机尾部分和跑道磨擦 客机和机组人员共400名内25名受伤 之后波音公司收拾客机时又有过失 造成遇潮英山事故中的其中一个原因 多次接连发生事故 因天气異常已发生的有多少次 人为过失而造成的又有多少次呢 有机会再作探讨 今次主要参考了《港谈社》出版的《腐败之役》 JAL65年的浮沉 描写了官员在退下官职之后 以JAL集团为再就业的出路 以及有其他腐败的历史 为何会有这一面 在之后的章字仔细看看 请记住黑暗腐败是其中一面 以短时间接载旅客和公干人士 来往目的地提供舒适愉快的旅程 是JAL一向以来的职责和贡献 日本航空市中复活的一页 1951年10月25日 穆姓号第一航班 全作在雨田机场跑道上加速和起飞 美国制马丁-202罗船长客机 经大阪伊丹机场 再前往重点的福岗机场 全程需3小时38分钟 1952年三藩市和约生效之前 二战后日本一直受駐日盟军司令部GHQ统治 简单来说这一段是美智时期 日本飞机技术突顶峰 这一点从零式战机可见 不过二战后强烈受美国限制 不能制造飞机之外 也不能驾驶飞机 日本民航机技术就在这里中断了 直到2003年的Honda Jack面世 才渐渐令民航机技术在世界舞台重燃 向次世代航空交通作挑战 1951年启航的穆姓号第一航班 竟然不受到GHQ禁令限制 原来内有乾坤 穆姓号第一航班用的飞机 是由当时的西北航空租借过来的 而机师由美国人担当 航战爆发不止刺激了日本的经济 美国政府就当时国际局势 突然180度改变态度 允许日本设立航空公司 1951年1月 日本航空创立准备事务所设立 当时有几间公司想申请航空事业牌照 不过最终只得一家获批 1951年8月1日 日本航空珠色汇舌正式成立 日本的民航事业踏出了重生的第一步 GHQ统治之下 日本航空的事业就像一家代理店 有关飞机的事情都是由美国操纵 其实正式航班木星号第一航班 并不是日航的首架飞机 由菲律宾借尼的美国製DC3 禁星号才是首架客机 招待乘客在东京上空航行总共三天 可惜正式航班的客机马丁202 原来设计上有问题 1948年发生空难控重分解 这款机种只是总共生产了34架 其中13架发生意外而存毁 当众日航也难逃一劫 1952年4月9日早上7点多 客机由大宇基羽田机场出发 在福江特载介绍过的 百繁制铁所持有公司 百繁制铁社长三鬼龙 日纳制作所常报的天理仪倡等等大人物 机场总共有33名乘客 三鬼社长早上出门和家人道别时 留下这句最后话 今天穿了一条可以见人的底裤 就算遇到意外也不会出臭 航班出发没多久后 经过伊豆大岛上空的三元山附近 失去了联络 客机在三元山火山口附近 33名乘客和4名机司和机组成员无一幸免 美军在事故发生后负责搜索 最初竟然公布机场全员生还 之后调查报告也留下了大量迷团 这件事故令日本政府 希望更快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航空公司 三藩市和约在1952年生效 美国统治时代画上了句号 除了1953年日本航空珠色汇舍发生效 日本航空作为半官半民的特殊法人 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 由代理店升级为真正的航空公司 就是因为航空业的特性 令日航必然性地踏上腐败之路 首先受度身订造的法律管制 制定航线和买飞机的时候 都要事先得到政府同意 半官半民的性质上 亦都成为高官再就职的出路 官方理所当然勾结 一半与市场竞争无缘 在温室成长的JAL仿如一只风筝 远看好像自由一样在蓝天奥场 其实就是受非专家的官员操纵 前途遇何 不用多想 三藩市和约生效后 虽然凝租美国构上了枷锁 但表现上日本重获自由 发展航空事业 尽量拉近和欧美列强的距离 第一部先加强国内交通基建 日航相计开设了以东京 宇田机场为中心的航线 来回主要城市、大阪、窄房、福岗 并逐步扣入最新型号客机 美国际DC4同样是洛船长客机 首架扣入的改了个花名 天王星 DC4巡航时速达350公里 可以连续飞行3000公里 座位最多是69个 速度比现代的不够一半 所以旅程中善食不可或缺 DC4已有加热保温设备 为旅客提供最高享受 后来多架同款客机以明峰命名 有白马、高千瑞、俊铭、阿蘇等等 国内线启航之后 经过两年半磨练 世纪性大日子终于来临 1954年1月1号由宇田出发 途中经威克岛 夏威尔横跨太平洋长达31小时 到达终点的三藩市 不止是偶然Daming One 重点竟然是签署和约的三藩市 也带来一个惊喜 战败的日本已追上来 从刀口镜中可以清楚辨认它的身影 负责这条航线也是DC4的发展型号 DC6B同样是罗船长客机 时速增加了30%去到450公里 连续飞行距离达4000公里 机内气压控制功能 大幅度提升客舱里的舒适度 国际线航班还有一个特色 客机别名取用国内大城市名称 例如City of Tokyo City of Fukuoka 近十年LCC廉航已普遍 不过粗期的国际线费用贵得惊人 首先座位只有头等 机票售价大概是24万日元 当时毕业生最初的月薪大概是1万日元 用两年努力地赚钱不花钱的话 便可以单程由日本到美国 踏入50年代尾 航空时代发生了革命 欧美航空公司 续一张次世代新式客机投入服务 1955年JL首次脱离赤字经营 还下了一个订单 最新型号 噴射式引擎客机 DC8Dash 32抵达宇田机场 相比以往螺旋掌客机 DC8Dash 32时速达876公里 比DC6B的450公里快超过400公里 连续飞行距离为7500公里 比DC6B的4000公里长3500公里 所以称为革命 一点都没有夸张 同年这款噴射引擎客机 发挥威力 构头一服务 连接三藩市 洛杉基 西雅图 一约成为JAL太平洋航线的王者 希望可以对抗死对头 泛美航空的波音707 欧美共事都选用这款客机 性能匹敌DC8 时速达864公里 连续飞行距离为8700公里 舒适客厂里空中小姐的笑容 点缀了国际航空事业刺烈的竞争 超高速噴射引擎客机 DC8的机头上 欣赏了全新的学院标记 圆形红航就一直代表 成为日本国家航空公司的JAL 环绕全世界之外 更度过了文型化和破产的两大难关 看看1967年影的DC8公岛号米亚字幕 前方登机站旁边印了学院标记 不单是机身 其他设施都找到它的中影 学院并不是在创业时已出现 最初JAL的标记没有用到Hulk来做造型 而是将J和L两个英文字母拉长变成机翼 表达正面看飞机时的轮廓 A字的中心放了日之远来代表日本 迎接超高速噴射引擎客机 DC8来临的航空革命前夜 在三藩市的机场 停拍了主力国际航班型号 DC6京都号 可以在这里找到初代标记 这个也算得上花了心思的标记 但在国内外人气不高 为了宣传国际线 JAL在纽约设立了分公司 向当地代理店进行宣传 可惜当时1953年二战结束不久 美国的反日情绪仍未平息 再加上初代标记 看起来好像一架战斗机 发售的机票 中途也取消了不用这个标记 而代理店另作设计 另一方面日本准备迎接下定的DC8 开始求是设计新的标记 经过多番尝试和改良 以富时代性 也能显示传统日本为主题 再聘请美国代理店商量 参考了以往多个试验作品后 发现学的设计 最能让美国人乱想起日本 而且与其他航空公司的设计 没有相似的地方 最终在1959年8月 由宜居美国日本人第二代的设计师 Hisashi Tani 完成了最后修改 《学院》 即是圆形的《学》 这个标记面世 不单止DC8 日后成为主力客机 波音747的机身 或者美翼上 都挂上了这个《学院标记》 代表日本接载乘客 环游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有1959年至1989年的30年 标记都没有改变 1989年为JAL的字体 作了少少修改 贴近时代 原用至2002年 2002年 JAL和日本第三大国内航空公司 JAS合并 学院遭到舍弃 标记以JAL三个英文字母为基本 加上红色和灰色的弧形 机身上的设计 改为在机尾和机翼 由上组称太阳弧的标记 弧形一边再加上灰色的线条 和JAS合并后 日本航空规模膨胀 员工人数达5万多人 乘客数目一约至世界第四位 世纪大合并后 不少人都对JAL作深大的期待 不过令人感叹的是 合并令JAL的化龙恶化 不够十年宣布破产 政府投入公帑挽救了JAL 为了回归原点 2011年重新采用初代学院标记 将字体加操来象征力量 全部总共有七个地方作出修改 你可以找到多少个呢? 太平洋路线渐渐成熟 反方向的航线也获得开发 1962年10月4日 南方航线投入服务 JAL寸力以赴 投入当时最高时速客机 匡维尔880 达8876公里 由东京出发 经香港 曼谷 雅加达 卡拉奇 霍卫特 开罗 罗马 法兰克福 重点是英国首都伦敦 旅程要用31个小时 除了长途航线之外 1969年开始由复光到釜山的超短国际线 首次使用国产客机YS-11 一年后 传说中的名机波音747震报客机 一号机也报道 由于田机场出发 载着320位乘客 度访度假性地 夏威夷的檀香山 载客量大幅提升 航空界进入大量温松时代 海外旅行也变得容易 波音747的一号机 投入服务以来 JAL好像上了印似 大量购买这款最先进 最大运输量的客机 成为全世界累计拥有 最多这款客机的航空公司 相比以国内线为主的ANA 在1979年以来购买的47架 JAL总共拥有114架 是ANA的2倍以上 直到2011年 JAL全部747退役为止 累积在客量以亿计 波音公司更加认JAL和ANA的要求 开发特主型号747SR SR即是Sort Range的简舍 短距离运载500名以上的乘客 另一方面 遇潮应山以外面的牺牲者数目 亦令人震惊 半官半民的日本航空 因为经营欠佳而走上破产之路 怎样想都找不到理由 为何会做这样的经营 客机让JAL让名国际 亦令他负上一大笔债务 你可以想像在哪里出了问题呢? 相信观众会认为 JAL购买了过多的波音747客机 已经准备美元 汇率大幅度左右客机售价 2022年中 日元兑美元跌至1美元兑138日元 比年初的115日元差近20% 若100亿美元的客机过了半年 就升了两成到120亿 一行内部做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与外国交易的公司 一般都会减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损失 会在汇率理想时买外币期货 这个做法当然有一定的风险 1980年代后半 日元比现在更便宜 1美元兑180日元 1985年9月举行了广场协议 之后导致日元大幅升值 不过并不是外汇专家的日行内部 竟然在1986年预定了10年美元 当然日元不断升值 日行即是已比现货更高价 扣入大量飞机造成厌重损失 这个失策已经难以理解 问题仲有下文 日行在会计上以高价记录客机的价值 隐瞒汇率损失 客机是高价的资产 过高评估就好像在账簿上造假 以一架波音747 Dutch 400为例 JAL评估为59亿3900万日元 而ANA评估为20亿左右 价格差三倍 JAL过分高估了客机的价值 会计文件里面 资产价值大幅度比实际高 即误度了投资者和银行 导致日后破产就是理所当然 哪里会有高层挺身而出 去拆走不是自己埋下来的地雷呢? 1985年御巢英山事故后 日行高层换班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新的会长 最终找来卡尼布会长伊藤信二 另外山地晋为社长 利光重南为副社长 还下了禍根 问题出于日行是半官半民公司 竞盈比不上内部斗争重要 本来会长一职不会对竞盈插口 只是为高官所设的名誉职位 但是获当时手上的中曾根康宏之名 义藤就任会长 在这里的官商勾结先不提 义藤受手上之命就任 一上任就设立会长室 积极参与公司业务 社长的山地晋原本是官员 出身于运输省 即是直接管理JAL的政府部门 而副社长的利光重南 就是由低造起的日行员工 三个人背景不同 互不相让 权力斗争就是他们首要任务 重建日行的 就要靠现场的职员 伊藤首先采用了客机专属维修人员制度 即是维修人员负责特定客机的维修工作 看起来好像不错 维修人员用心工作 责任也明确 但人手调动极欠效率 费用也相对提升 另一方面 最新锐客机波音747Dutch 400透一服务 以往的珍宝客机型号 操纵大部分靠人手 除了机师、副机师 驾驶仓中还有第三个人员 飞航工程师 他们从机长命令协助操纵 而747Dutch 400已经又进化 引入了新式电脑系统 大部分操纵都是自动 航行已经不需要飞航工程师 即是两个人已经足够 不过工会为了保障员工 主张要维持三人班底 伊藤会长听从了工会意见 作了一个不效率 而且花人事费的决定 一行的工会简直是一团造 伊藤会长时代已有八个工会 昔日航班经常遇上罢工问题 工会和航空公司关系恶劣 八个工会也对日航造成负担 伊藤会长最失败的地方 就是再继续一个工会出来 乱上加乱 人事费有增无减 就像刻意为公司破产铺路 1960年代罢工问题严重 日航为解决这个问题 将重要职位的技师定为管理阶层 意思即是基司不是工会的一方 而是属公司的一方 不会协助罢工 而基司的飞行时间最少有80个小时 即是工作不够80个小时 也会出相当于80个小时的工资 伊藤会长就当时事故贫生和提高安全 允许设立基司的工会 在600多个基司里面大部分都加入了工会 造成了告人事费的祸根 JAL基司的薪酬高到令人岁然 详细在下一集介绍 伊藤会长最终抵受不住公司的内部排斥 在1987年就离职 为了拯救日航 但是事与愿违 伊藤顺义周音日航会长另一个使命 就是促进公司民营化 而民营化最大的目的就是 改善财政和经营方式 作为一间全民间公司重新起步 有这个决定就是暗示日航的经营一团租 经过上一章的讲解 就会理解伊藤会长卖下了如何的地雷 1987年11月18日 日本航空诸识会社发失效 半官半民的JAL完全成为民间公司 和ANA立场相同 已经不可以靠政府和官员 要记住 这个当然是表面上 种种官商勾结会在下一集详细介绍 最后再补充一点JAL的名机 1973年波音为JAL设计 并且制造了短程专用的客机 747SR 改造747DUSH-18移成 减少了洗手间和收窄座位之间的空间 JAL拥有过7架 全部在1996年退役 而ANA就拥有13架 去到2006年才全部退役 在当时承搭过日航国内线主要航线的观众 可能曾经承搭过这一款代表日本航空界全胜器的认号 1989年JAL采用了新的标记 首架印上标记的是波音747DUSH-200 而以超高汇率买回来的新款客机 燃烧着高价的燃料和公司的生命 泡沫经济盛托着珍宝客机波音747 折省燃料的双引擎客机波音767 美亦设有引擎的JBIRD MD-11 静音而且智能的波音777等等的名机 度过20世纪 踏入更加动荡的21世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